趁着俄罗斯内乱 乌军发起多线进攻 反攻结果 让西方集体蒙圈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趁着俄罗斯内乱 乌军发起多线进攻 前几天著名的雇用兵集团瓦格纳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场兵变 这个兵变虽然来去如风 但它产生的影响还是在俄罗斯内部不断发酵 比如说普京个人威望的下降 俄罗斯军改的阻力 黄俄派和温和派的尖锐矛盾等等 那这对乌克兰来说就是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 怎么可能错过呢 在瓦格纳兵变的当天 乌克兰的副外长就表示 乌军要利用俄罗斯的动荡的局势 同时从多个方向发起反攻 比如说南顿涅茨克方向和扎波罗热方向 自国以来 趁火打劫式的进攻成功率都是很高的 按理说 俄罗斯内乱 乌军趁机反攻 局势应该是一边倒的 但等到这场反攻的结果传来 整个西方都蒙圈了 因为俄军以非常小的代价防御住了乌军的趁火打劫 甚至大部分参与反攻的乌军 连俄罗斯士兵的人都没看到 就一命呜呼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前线的俄军驻守部队 并没有因为瓦格纳的兵变而调动 加上这个兵变平息的太快了 总体来看 对前线的俄军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二是 因为俄军有着从苏军船下来的一门祖传手艺 布雷 通过布防雷区来构建战场防御体系 是二战中最经典的路数 当时的德军在这方面没少吃亏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俄罗斯作为苏联最主要的继承人 俄军也没忘记苏联红军的这门祖传手艺 反而在科技的加持下 把布防雷区玩出了花样 向俄罗斯最新型的远程布雷系统耕作 它兼具了高智能和高效率的特性 这个高智能指的是布设的地雷 可以通过编程变得很有针对性 比如说设置成只用来炸装甲车 那人踩上去就不会爆炸 又或者输入友军的车辆信息 把它们设置为白名单 就能让地雷只炸敌人 不炸友军 而且耕作系统布设的地雷还有现实自毁系统 避免战后误伤百姓 至于高效率就更好理解了 短短几分钟 耕种系统就能构建一个覆盖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雷区 布雷工作变得简单 高效 又安全 除了耕种系统 俄军还能用射程更远的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系统进行布雷 或者在前线用机动性更高的避湿进程布雷车 这些布雷系统在前线构建了一个密集的地雷阵 形成了俄军抵御乌军进攻的第一道防线 有人疑惑 俄军能布雷 乌军就不能扫雷拆雷吗 当然可以 但问题是 俄军布下的地雷太多了 相对于俄军庞大的地雷阵 哪怕乌克兰在鲍尔坦克上加装扫雷 扫雷的设备的数量还是拙金箭手 而且俄军也不会坐等乌军清理雷区 一旦发现他们尝试清雷 立马就会呼叫空中火力和远程火炮的双重打击 让乌军有限的扫雷车也损失殆尽 乌军反攻的结果让西方媒体蒙圈 他们没有想到俄罗斯居然是用这么简单传统的方式 轻松化解了乌军的反攻 如果西方没有针对俄军的雷区 想出什么开创性的应对策略的话 那乌军的反攻恐怕就要无疾而终了 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 对付高端的武器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打击手段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